大家好,我是陈嘉倩 区议会选举投票结果陆续公布 由占旺的奥运选区 由民主党的陶锦身胜出 达到1531票 独立人士高晓榮达到1414票 而南区海宜东选举 由独立人士林启辉当选 得票是2180票 至于空降出战的陈嘉乐得到1845票 欧元法得到643票 而在九龙城土瓜环北 争取连任的民建联李慧琼 以1544票胜出 独立人士沈泰峰得到204票 而香港关注会的林依丽 就得到177票 至于荃湾的余景选区 本身是立法会议员的新闻党田北辰 成功连任 得到3674票 而对手就是他的前政治助理 后来加入了工党的赵恩来 有2020票 至于湾仔落户选区 当选的谢伟俊 就感谢有份投票给他的选民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令我谦卑的过程 这是选民的决定 很感谢你们 即使今次没有支持我的选民 我都希望你们明白 我会尽量证明 我是值得你们支持的 也都希望你们继续给我机会 我当然也多谢我身边的白姐姐 因为她今次由于她的脚患 不能够继续服务大家 那证明社会民主连线 有很坚定 很稳定 很持续的支持 在这个中产区的 占中一定是对今次的选举 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响 因为赢的一方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 在本区的公职 加上他没有政纲 没有承诺 而且很清楚 他会做踏踢石 就是估计 跳去超级区会选举 所以他竟然可以 如果比上次去的太太 都还多了百多票 证明占中 反占中 是抗衡着的 在屯门乐趣选区担任了16年区议员的民主党何俊仁 在未正式公布结果之前已经承认落败了 我们现在和屯门乐趣选区的尖前泳谈谈谈 是因为民主党的支持率下跌 还是他个人其他在这区的政绩下跌的情况 而导致这次选举的落败 这次刚才都说自己胜出的 就是首次挑战这区的独立候选人何君堯 何君堯刚才说自己大概以几十票之微 是险胜何俊仁 但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后面这个选举主任 目前仍然在点票 刚才我们一直点票的过程 就看到一号的候选人 独立的何君堯 和六号的民主党的何俊仁 票数是相当接近的 刚才他们各自的两个选举阵营的非官方数字 就说双方的得票的差额 大概是几十至一百左右 而其中三号的候选人是热血公民的郑松泰 他们刚才的消息就说 他们得票大概是三百多左右 何俊仁就认为自己今次落败 部分选票有机会流失到热血公民 但是说今次自己落败的因素很多 要再分析一下 如果稍后选举主任 就会和各个候选人的代理人 去解释一些问题票之后 之后就会复检一些票数 可以见到现在他们会将一些问题票 展示给各个代理人去看 部分的问题票数可能就是一些 可能是那个剔的印 不是吸在应有的地方 又或者是吸多一个印 现在可以见到一些代理人 逐章逐章检视一些有问题的票数 我们会在屯门乐趣跟进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